字幕提供 想看我肉臉呢 目前只有在IG才有肉臉喔 HELLO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 進擊的巨人 再看進擊巨人這部作品的其中一個最大樂趣 大概就是看兵長跟敵人戰鬥史的樣子 因為他是全劇中戰力天花板級的角色 所以通常會是最危機的時刻才出來救場 他使用立體集中裝置的動作 以及斬殺敵人時的英姿 都十分的賞心悅目 而且每一場幾乎都是個人秀 為了將兵長每一個最帥氣的畫面 都重現給大家看 因此這部影片我決定盤點兵長的所有戰績 從第一集到漫畫大結局 第一場 兵長vs 純劫巨人 這場出自於第56次牆外調查中 也就是脫路斯特區防衛戰期間 兵長第一次在劇中展現身手 毫不花俏又乾淨力度的打法 一下子就幹掉了數隻純劫巨人 第二場 兵長vs 純劫巨人 這場出自於脫路斯特區戰役尾聲 兵長先生拯救艾連一行人 並且在一瞬間就秒掉了兩隻巨人 隨後英雄般的登場再加上帥氣的回頭 令所有人心慈神亡 第三場 兵長通歐艾連 兵長與神醫所中為了 爭取到艾連的所有權以及保住他的性命 以非常暴力的方式痛打艾連 目的就是為了告訴眾人 自己有能力控制住艾連 第四場 兵長與米可試圖切開女巨人的手 這場戰鬥出自於巨宿森林捕獲女巨人作戰中 為了將後警的女巨人本尊給抓出來 兵長與米可兩人聯手使用迴旋斬 試圖將女巨人擋出後警的手給切開 但因為女巨人擁有硬質化能力所以沒能成功 第五場 兵長vs大量純潔巨人 女巨人的吼叫吸引大量純潔巨人 從巨宿森林四面八方風流而至 兵長面對如此龐大數量的巨人 絲毫不感到驚慌 同樣一瞬間就擺平了數隻巨人 將兵團的損失降到最低 第六場 兵長vs女巨人 第一季最高能的片段之一 在艾連被女巨人奪走後 就連主角團最強的米卡莎都束手無策之時 兵長的出現告訴了大家 什麼叫真正的無上限戰鬥力 她以渺小的人類之軌力戰龐大的女巨人 並以超強的戰鬥力壓著女巨人打 完全封住了她的行動 打了她毫無還手之力 真的讓我非常震驚 這種伸手以及速度 根本不可能是人類能夠打成的吧 即便就算後來被米卡莎扯了後腿受了傷 她毅然寵復巨人口中將艾連給拯救出來 許多人當時都因為這場戰鬥 而被兵長給勸了粉 由於第二季兵長附上在休養 所以沒有任何戰績 因此改由範圍範來講解再接第三季 第七場 兵長vs說話巨人 這場戰鬥出自於範圍範圍伊爾哲的筆跡 當時李維班的咬蛇哥被這隻說話巨人給抓住 千軍一髮之際兵長迅速地 將說話巨人的後劫也砍了下來 由於烏迴的選擇漫畫和動畫有很大的出入 因此我主要先講解漫畫的戰鬥 再講解動畫的 至於漫畫與動畫相同的戰鬥 這裡動畫為基準 第八場 李維vs庶民大漢 這場戰鬥出自於烏迴的選擇漫畫篇 當時的李維還是王都地下街的小混混 遇到了四個想找他麻煩的壯漢 結果沒一下時間 這四名壯漢分別都被他來指用一擊就打倒了 第九場 李維vs酒館老闆 同樣出自於烏迴的選擇漫畫篇 酒館老闆因為很看好李維的實力 想跟他打賭比掰手腕 要是他贏了可以拿走店裡任何一項物品 包括老闆娘 李維很爽快就答應了 結果比賽一開始 老闆立即就輸給了李維 隨後李維便走到了老闆娘面前 老闆還求著李維放過自己的老婆 結果李維伸手就拿走了 一盒非常珍貴的茶葉就離開了 虧老闆娘還一臉這麼期待 第十場 李維vs小混混 烏迴選擇漫畫中 伊莎貝爾遭受一群人的欺負 回來躲在棉被裡哭泣著 李維半夜出門將所有欺負他的人全部幹掉 第十一場 李維vs純潔巨人 烏迴選擇漫畫中 李維與伊莎貝爾和弗蘭首次出牆 面對第一隻巨人就展現出了超強的合作默契 伊莎貝爾和弗蘭分別砍斷巨人的左腳和右腳 再由李維縱身躍起 砍斷巨人的後警 第十二場 李維vs四字純潔巨人 這場戰鬥是漫畫跟動畫最不一樣的地方 動畫是一人對抗一隻奇心種 李維初次遇上四字純潔巨人 就以利路伸手將四字巨人解決 這也是李維首次使用迴旋斬的戰鬥 其中更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刀片插眼 第十三場 李維vs壯漢 在地下街伊莎貝爾沒錢硬闖通往地面的階梯 結果被一群壯漢追趕 伊莎貝爾只能躲到李維的家中 看到女孩子被欺負 李維不能做事不管 她拿刀畫破這壯漢的手指 隨後將其暴打一頓 壯漢毫無還手之力 只能被當成沙包打 對方看李維不是個好惹的人 便不再繼續追究 第十四場 李維vs 艾爾文和米可 艾爾文為了將李維收入自己的麾下 與米可親自到地下街會會李維 雙方在地下街展開了一場 極其精彩的立體機動裝置對決 隨後米可先發自能突襲李維 將李維從空中撞到地面 並且在接下來的肉搏戰燒戰下風 艾爾文緊接著趕來支援 與李維打成了五五開的局面 但這場戰鬥卻因為李維夥伴被艾爾文給挾持 而沒能有個結果 第十五場 李維的首次測試 在李維進入調查兵團的第一天 僅僅是林志摩槍第一次模擬對抗巨人 就以常人從沒看過的反手握刀方式 將巨人標靶的後監也砍了下來 讓在場的人都十分驚訝 第十六場 李維vs 純潔巨人 李維於牆外調查中初次遇上巨人 便以一人之力擊殺了15米的巨人 展現了完全不輸調查兵團老兵的實力 甚至讓艾爾文十分刮目相看 第十七場 李維vs 七星種 每次看到這個場景便會痛心萬分 李維在此次牆外調查中 目睹了自己夥伴遭到轟炎騎行總的虐殺 一時之間晴天霹靂 李維懷著極強烈的恨意往騎行總衝去 屠如其來的斬擊讓騎行總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伴隨著四星獵肺的慘叫 狂風暴雨般的斬擊不斷在 騎行總身上留下一道道深邃的傷痕 無數道的斬擊與邪物的交錯 讓畫面變得十分的模糊 隨後這隻騎行總被被砍斷的頭顱 冰掌已將最後一集留在了後錦上 第18場 冰掌vs對人壓制部隊 這場戰鬥是出自於第三季王政篇 是我覺得巨人中作畫質量最高的一場戰鬥 面對幾十個持槍的對人壓制部隊 再加上一個能媲美自己的肯尼 冰掌運用自己高超的立體技術裝置技術 完美地呈現了給大家看 他是如何在槍陰彈雨的騎行中殺出一片升天 除了靠冰掌自身硬石例外 在酒吧與肯尼的鬥志對決 更是凸行了冰掌的高智商戰鬥經驗 據說這場戰鬥 冰掌一人就幹掉了12個憲兵 不得不說看冰掌砍人石的樣子 真的不輸砍巨人石說給的爽快感 第19場 冰掌vs中央憲兵團 這場戰鬥動畫將其省略掉了 為了得知西斯特利亞和艾連身在何處 冰掌先從收服到的西齊爾馬爾洛口中 得知了中央憲兵團的據點 並且一同與米卡莎他們一行人前入據點中 綁架了一名中央憲兵團的高官 為了要沒有後顧之憂 以及盡量不許人性命 冰掌與主角團在前入據點後 只將憲兵的腿給弄傷讓他們暫時無法行動 在我看來這種做法 遠比直接殺掉還來的困難以及危險 因此得十分迅速 第20場 冰掌vs肯尼阿卡曼 這場戰鬥是動畫原創的 我再次感謝動畫組 能讓觀眾欣賞這場 牆內兩位最高戰力的夢幻對決 冰掌在洞窟中對抗對人壓制部隊 一瞬間就秒掉了三個人 隨後遇上了自己的師父肯尼 兩人隨機展開了戰鬥 冰掌一開始是略戰下風的 但隨後冰掌在於肯尼的拼刀中 以更強的力量將肯尼給砍傷 勝過了自己的師父 其實這場肯尼輸的不冤 畢竟自己已經上了年紀 但如果兩人都是同在巔峰的話就難說了 第21場 冰掌vs羅德巨人肉塊 為了將羅德巨人完全殺死 冰掌與主角團一同衝了出去 從飛算的肉塊中尋找羅德巨人的本體 即便是砍個肉塊 冰掌也是一樣帥 第22場 里維vs壯漢 與肯尼的回憶中 里維在小時候靠著肯尼所教的生存技巧 將一名壯漢給壓著打 第23場 冰掌vs萊納 在瑪莉亞之強奪回戰的初期 萊納長身之處被眾人給發現 冰掌宛如死神一般 從天而降刺殺萊納 將他的脖子給貫穿 為了能徹底解決他 冰掌還多補一刀刺穿他的心臟 但只可惜巨人之力實在太過BUG了 不然冰掌其實已經做到最完美了 第24場 冰掌vs純潔巨人 在瑪莉亞之強奪回戰開場沒多久 冰掌僅僅一個動作就秒掉了兩隻純潔巨人 第25場 冰掌vs瘦之巨人以及大量巨人 冰掌全聚中最巔峰最經典的一戰 團長為了能讓冰掌打敗瘦之巨人 犧牲了自己和部下的性命 掩護冰掌 冰掌則靠著瘦之巨人 一旁所部署的純潔巨人來靠近他 承載著大量夥伴姓名的冰掌 終於來到瘦之巨人面前 正當瘦之巨人剛發掘時 他的手臂便已經被冰掌砍成了好幾段 隨後冰掌使用了當時對抗女巨人的打法 僅僅一下子的實踐 受制巨人的視野和行動能力便被冰掌奪去 毫無反擊能力的授具只能任由冰掌宰割 並且本尊吉克還被冰掌從後前拖了出來 一時之間整個戰局被逆轉了過來 但就在冰掌決定如何處置吉克之時 突如其來的徹底巨人將吉克給救走 隨後冰掌面對又是一大批吉克所控制的巨人 為了完成與艾爾文之間的約定 冰掌再一次自身衝了上去幹掉所有的巨人 第26場 冰掌冰掌是艾連和米卡薩 在瑪麗亞這強多位戰的尾聲中 冰掌與艾連和米卡薩 為了要使用真技選擇救阿爾米或團長而發生爭執 李維首先對艾連大打出手 將艾連半邊牙齒給打掉 但隨即被米卡薩給壓制 此時的李維因為先前的戰鬥 可說是已經完全筋疲力盡了 第27場 冰掌冰掌是二隻巨人 冰掌與瑪麗片的第一次出手 二隻巨人在艾連打算吃掉戰局巨人之時 從背後偷襲 欲將巨人給奪走 卻遭遭兵掌將咬合機切斷而沒能成功 第28場 冰掌二度砍猴 冰掌四年後 魚雷被離歐騎士戰中再度與吉克交手 僅僅只用一擊就將其給打倒 但實則是演戲 第29場 冰掌斬殺30隻純潔巨人加三度砍猴 在巨物森林中狡詐的吉克 將冰掌的30位喝了參由自己脊髓液的部下 全部變成了純潔巨人 並且留下了27隻巨人用來對抗冰掌 結果27隻巨人在短短時間內 遭到冰掌給全數殲滅 隨後冰掌玩如鬼神一般 殺氣騰騰的向吉克襲來 隨行的巨人也全部被冰掌給殺死 吉克不禁大吃一驚說著 魔偶 怎麼又是這樣子啊 並且變成瘦之巨人還提早硬質化包覆了後錦 隨後向冰掌不斷投資巨人的肉塊 冰掌則使用一套聲東擊西 讓吉克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方位 原本在平地裡就打不贏冰掌的吉克 在巨树森林更是不可能 更別說現在冰掌還有著更濃的武器 冰掌隨即從上方突襲 並且將樹枚雷槍直接射入獸拘的後錦 一聲大爆炸下 吉克被雷槍炸成了人杆 這一場戰鬥 吉克完完全全被冰掌給虐爆 接下來的機場戰鬥 都是冰掌重傷之後的戰鬥 遭受了一槍爆炸所迫擊的冰掌 有著嚴重的內傷 右眼失明 還失去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戰鬥力整個大幅度下滑 但依然不容小覷 第三場冰掌VS國代九大巨人 為了阻止艾連的滅視行動 冰掌與主角團一同迎戰了 施主尤米爾所召喚的古代九大巨人 冰掌在這場戰鬥中擔任輔助的角色 邊打邊因為內傷狂吐血 先是救了差點被二隻巨人咬死的約翰 隨後為了救我昏迷的柯尼 冰掌遭到古代九大巨人咬傷左腿 屬性還能繼續戰鬥 第31場冰掌四度砍頭 在道路中的吉克遭到阿民嘴頓過後 對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 並且回到了現實世界 自願被冰掌給殺死 就這樣吉克遭到冰掌斬首 地名也因為吉克的死停了下來 而冰掌也完成了他與艾爾文的約定 第32場冰掌與米卡莎別是超大巨艾聯 冰掌最後一次出手 未能的讓米卡莎將艾聯殺死 冰掌使用雷槍將超大巨艾聯的門牙給炸碎 成功的讓米卡莎進入到超大巨艾聯的口中 並且將本體給斬首 結束了這一切 縱觀以上冰掌所有戰鬥 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不敗 只是冰掌的實力實在太過強大了 創哥不得不安排了一場意外讓他重傷 並且強制大幅降低他的戰鬥力 不然這個角色一直持續在巔峰 會讓劇中整個戰力天平不平衡 只能說冰掌這個角色注定就是會這麼悲慘 我想隔壁的五條五大概以後也會這樣 那麼以上就是冰掌所有的戰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鐵鐵鐵我們下次再見